这次果子哥居然不环保啦 要用扭曲现实立场改变普通人的认知啦 Fision SE 哦 哈喽观众大家好 我是阿玛米尔姐夫 苹果的XR头显Fision Pro 终于正式官宣开售日期啦 这里我们能买到也不够一个月的时间 但是很多人应该对这款设备还是比较迷惑的 不知道一个接近500多克重的头显 带在头上还可以用来干什么 今天这期视频我从苹果官网 已经发布了专利以及一些线源爆料 整理了几个Apple Vision Pro的重点 让你提前预览这款花时代的电子产品 还有Fision Pro到底适合哪些人使用呢 先讲大家最关心的发售细节 Fision Pro在于2月2日在美国正式发售 并且在太平洋时间1月19号上午5点开始接受预订 也就是北京时间1月19号星期五晚上9点预订 2月3号星期六就能买得到啦 目前Fision Pro只有一款配置发售 256GB版本售价3499每刀 按照苹果的性格怎会只有一个储存容量的版本呢 更何况256GB也赚不了太多App 只是微信都用去100GB了 拍摄空间视频和空间照片很快就赚满 虽然是可以用iCloud备份 但我大胆预测未来会有一个512GB 甚至1TB的版本 受理3699每刀甚至3899每刀 另一个flat要为了的你过来证实我是音乐家吧 哦对了 网上还有人挖掘刀256GB储存版本的内存是16GB 你觉得够不够用呢 另外配件也有价格细节啦 菜式光学的磁式老化镜片要99每刀 磁吸储方镜片要149每刀 如果你本来是金氏眼的话 非常建议要配金氏镜片 因为Fision Pro里有很多精密的零件 识别我们的眼睛去做眼动追踪等功能 而且看过结构Fision Pro的初同距离比较小 放不下常规的框架眼镜 如果硬要戴上眼睛玩的话会远离屏幕 导致FOV视察角减少得很厉害 所以近视眼视眼的观众朋友 就要准备好差不多3万人人民币 才可以在美国首发时买到Fision Pro并运回国内 你的钱包准备好了吗 在苹果官网我还发现Fision Pro一览 已经改名变成Fision 跟旁边的iPhone iPad Mac一样 很有可能是为以后的便宜一点的版本曝露 你觉得这个青春版应该叫什么名字呢 Fision Lite或者是Fision SE 这次除了Fision Pro公布售价 苹果还透露了包装的内容 标配有3D执法的Solo Knit Band 和双黄Go Loop Band两款头戴 Solo Knit Band就是在宣传片里看到的那款 前后包围我们的头颅 3D针织材质 有弹性可以更好包裹后脑勺 不会破坏发型比较优雅 也可以在一条附送的横带在头顶上加固 让视野保持在甜蜜点范围内 不会容易看糊了 这次外接看起来没那么优雅 Duo Loop Band就是有两条袋子的头戴 拉着两块小布条 调整送紧度 再粘贴在上面 比较适合头颅小一点 或者是发型狂眼一点的用家 Fission Pro不用硬质头戴 应该是考虑了有不少人想躺着玩 起码后脑勺不会不舒服了 大妆里还有一个遮罐面胶 两种面胶垫 正面保护盖 罐网上非常昂贵的眼镜布 外置电池 还有USB系充电线和充电头 这次果子哥居然不环保了 How dare you 这些配件都可以再细说一下的 根据专利显示 这罐面胶能根据不同使用者的脸部结构而变化 阻挡外部环境观引起的灌污染 同时保持正确的观看距离和观看角度 保护该材质应该是3D执法的 在不用Fission Pro时代上 新大的朋友很容易忘记戴套 正面的曲面玻璃 一不小心就会涮裂了 外置电池之前我们都不知道续航是多久 这次苹果非常贴心的把这些测试资料都补上了 正常的使用看网页 拍空间视频等等 可以用两个小时 如果是纯粹的看片 可以看2.5小时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外置电源的USB吸口 插上电源线连上充电头 就可以理论上无线续航 虽然不一定有人可以长时间佩戴了 Fission Pro的性能非常强大 硬件配置拉满 其中我觉得最有变革性的设计 就是正面的大玻璃 能显示使用者的眼睛 严格来说 显示的其实是脸部模型 这块大屏叫EyeSight 可以让用户跟外界进行眼神交流 让我们戴上头显后 不会跟外界断了联系 EyeSight其实并不是一块普通的屏幕 而是可以多早度通透显示的观赏显示屏 外界看的话能够有裸眼立体效果 眼镜像真的透过眼罩看着你 感觉原理上有点像我这块3D立体上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我这期视频 看一下是什么体验呢 反正是非常神奇的 除了显示眼部特径外 EyeSight还可以做其他的视觉效果 例如用Emoji表达用战的心情 或者在看片时显示不要打咬的字样 一样使用者可以跟现实世界环境互动 不要小看这个功能哦 肯定以后会有好多人把这个玩出话来的 就算我们在物料里的虚拟形象 也有人会弄个显示性情的头显 这算是形成这个哦 现在Fission Pro把本来虚拟的东西 带到正实世界中 闪闪着觉得会很好玩啊 目前Fission Pro的软件阵容 还没有详细公布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在iOS和iPadOS上的几乎所有应用 都可以直接在Fission Pro上运行 还可以在立体空间里直接缩翻任何大小 要知道App Store里有超过100万个应用 本来使用iPhone的用户可以无风过渡来Fission OS系统 这就是苹果生态的优势了 讲句题外话 其实运行安卓底层系统的MetaQuest 按道理也可以把Google Play应用商店 内置到Quest里面的 但可是Meta跟Google谈不成 这件事只能告吹 现在玩家要用安卓应用的话 可以在网上下载APP自行安装咯 说回Fission Pro 由于在头线里我们有一个无限大的立体空间 所以这些本来在手机或平板上的App 就不止局限于只打开一个 而是能同时打开几个应用 多任务处理 并排显示 除了运行App Store的应用外 Fission Pro还可以做成Mac的外接显示屏 看一眼电脑就能把画面投放到Fission Pro里 我们还可以在一块虚拟大屏上 看流媒体上的电影或电视剧 无论是在现实环境里 还是在超沉浸的虚拟空间环境 都可以享受这独有的moment 甚至连上游戏手柄都可以玩大平板的NBA 2K Fission Pro还可以作为一台3D上机 把看到的景色和身边朋友拍摄下来 做成空间视频和空间照片 可以用正式的比例重看这些机翼 让人栩栩如生的重现在眼前 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的事了 现在iPhone 15 Pro也可以拍摄空间视频 甚至有人开发了一个App 一样有冰淀色上头的苹果装置 都可以拍摄空间视频 例如我这台二代iPad Pro 也有人开发了模拟Fission Pro上 看空间视频的VR App 在MetaQuest和Pico 4上都可以用 我试过觉得效果挺不错的 所以更期待在Fission Pro上看 专门设计给Fission OS的空间计算游戏和应用 目前公布的比较小 有部分是本来有VR版本的 例如打高尔夫球的Watergore 和用手切水果的Super Fruit Ninja 我猜这些空间游戏都可以随时切换 现实和虚拟空间 甚至虚拟物件能识别到现实空间的物品 做出只属于你的独特游戏体验 但是真正的杀手机应用 我觉得还没有看到 或许苹果会在之后再发布 如果你比较细心的话 会发现我在刚刚说的话里 极小提起VR AR等等 我过往视频里频繁出现的词汇 全因为苹果给开发者设定了一个标准 在Fission OS App Store里上架的应用 都不可以使用AR VR ML XR等等缩写 一律要统称为空间应用 甚至不能把Fission Pro描述为头显 看来我这个要用扭曲现实立场 试图改变普通人的认知啦 虽然苹果在上年6月份公布 Fission OS 系统时 是把这个描述为一个全新的AR平台 不过空间运算专制才是苹果形容Fission Pro的定语词 我们观众熟悉的VR在果子歌的描述里 被称为曾经是空间环境 他们认为曾经感也算在空间计算范围内 不用特定的术语来表示不同范围的特点 你觉得VR L 这些词上比起空间计算 哪一个更容易理解呢? 如果要严格执行果子歌的标准 可能之前在其他平台上架的VR应用都要改名咯 VR CHAT 改成SPACIAL CHAT VIR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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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些小知名度 当然不想被苹果牵着走咯 就看Fission Pro的影响力 到底能不能让开发者心甘情愿去配合果子歌了 看到这里你有没有发现 Fission Pro的定位其实挺大的 既能在现实空间操作无线展开的App Store应用 在虚拟大屏享受娱乐 做飞机设创机 甚至进行视频会议 同时这些都可以在全虚拟完全沉浸的空间里运行 但是真正的空间计算应用却很小 甚至因为缺少常见的VIRTU VIR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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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万台左右 这一代Fission Pro 我觉得与其是 消费电子产品 其实跟上一个开发者工具 类似Oculus DK1 现在开售 主要是让开发者 对空间计算的前景有信心 愿意在Fission OS平台上 开发空间应用 毕竟在立体空间的应用 整号插座逻辑 跟现在的手机移动端 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 需要点时间去思考和制作 所以普通消费者 就不要在手法时冲了 在缺乏空间应用的情况下 你买回去 大概率是长线几星期后智慧 反而开发者更应该搞一台回来 为以后的空间计算赛道 做好准备 不过现在有一个问题 手法在美国的Fission Pro 空运回国应该比较麻烦 贵重电子产品运回来 海关大概率会扣税 所以我觉得最靠谱的方法 就是人用从美国带回来 或者是寄到香港再带回国内 而且传言Fission Pro 很快就会有国航版 国内开发者等多几个月 就可以更容易体验到啦 至于我的话 当然是想搞一台Fission Pro 回来体验啊 但是价格实在太贵了 就算我愿意很下心买 赞你那位也不一定批准 你觉得有些什么理由 可以缺附它呢 或者有没有在香港 或广东的副歌准备码 到时候我过来撤一下 体验体验再做视频 可以在评论区 或者私信我 交流一下哦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有其他补充基点 我会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喜欢这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 请点赞和分享 增心一下姐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接收我的更新通知 姐夫在B站 以及YouTube 都要自己的账号哦 这里是常玩VR 一个集 愉快体验 和愿意照尊的XR 和准备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